那你問我說你三個多月 那你家裡怎麼辦 我跟你說就涼拌炒雞蛋 船到橋頭自燃止 我及早教我先生 做一些簡單的飯菜 很早就來訓練他 及早訓練他自立自強 因為我跟他說 如果哪一天我早一點上天堂度假 你自己想吃一點什麼 當然你可以買便當 或者是外送 但是如果想吃一點家常菜 你可以做 我們年輕做常有個夢想說 我們想環遊世界 那退休之後又說 現在有點累 走不動了 怎麼可以玩那麼久呢 我們又要聽聽看 瓊子姐的故事 你當幾十年的全職媽媽 然後在七十三歲那年 搭郵輪環遊世界一百零八天 去了哪些地方 我去了二十一個國家 然後停靠二十四個港口 那停靠港口的時候 就下去那一國遊玩這樣子 我當時是自己去 有很多人都誤我說 沒有先生或孩子陪你怎麼敢 我先生是因為臨時有事 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不能去 我兒子 孩子都當醫生 他們不能請長假 但我因此也不能把我的夢想 被他們綁票 對不對 通常說大家沒空 那我就下一次好了 對 可是下一次永遠不會到 永遠大家都有事 對啊 所以我就即時 即時把握 就想好了就決定去做 所以我覺得很值得一百零八天 後來覺得說 怎麼這麼快 這個 要回家了 對啊 對啊 其實反正有點捨不得 所以還有下一次 已經安排了 對 你這次看到了好多奇景 你看到火山爆發 對 在瓜地馬拉的時候 一開始我們是在一個景點玩 就忽然聽到 很遠 但是很大聲 那又往那邊看過去 就發現那個有很大的石塊 還有黑煙 還有火光 還有一些泥巴之類這樣一直向天空噴 噴發這樣子 有一點恐怖 但是也是有點震撼 我覺得看到這個風景 也是很難得 不過我們也很有同情心 我們有發動募款來救助他們 這裡好漂亮 是 很漂亮 看起來很漂亮 可是在當時還是蠻震撼的 你還有去西班牙的這個 人家裡面的家庭吃午餐 是啊 這個也是很珍貴的體驗 我們台灣也可以實現 那就是說我們在西班牙的時候 他是特別請民家的媽媽 做午餐 招待我們 他就是一個大腸桌 然後上面就開始出菜 什麼 那個這個媽媽 非常的熱心 非常熱情 好像都不計較材料 他到底有收多少費用 他就不計載就是燙骸這樣給你吃 然後這裡的菜有前菜 有很多大菜什麼都有 這好像不像是家常菜而已 而且很熱情 那個啤酒 還有氣泡水一直開 酒一直開 很感動 真的是燙骸 我覺得說做國民外交 對啊 我們因為導遊有交 我們就跟他說 很棒 好好吃 超好的 怎麼樣就一直重複這幾句西班牙話 那他也是很開心 真的是 我們吃完飯 然後就出去逛一圈 要走的時候 經過一個點 那個媽媽竟然跑來跟我們說 再見 我看到了以後說 趕快向右邊 擦玻璃 擦玻璃 就一直跟他 聲聲拜拜 真的真的 一直跟他說拜拜這樣子 我們就好感動 所以我覺得要對陌生人好 這一點是國際的語言 國際的語言 讓我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這個溫暖會很久很久 對 你這次還登上你的夢中樓閣 紐約帝國大廈 做了一件你覺得 滿有意義的事情 對 那個是去紐約 那去帝國大廈也是圓夢的一個之一 因為我記得在高中的課本 還是圖書館的雜誌 有看到這樣帝國大廈的這個圖案 我心裡想說 哪一天能夠去看看這個美麗的風景 不曉得該多好 可是那當時可能是一個白日夢 因為我自己在求學的過程很辛苦 我曾經小學是放牛班的女孩 然後有機會考上國中 但是考兩次師範都沒有考上 還被迫休學一年 那最後才考上師大的國立 台灣師大的歷史系 從此才這個等於說 逆轉勝我的人生 那我想說一個小女孩 今天能夠達到這個夢中的樓閣 我當時非常感動 我在帝國大廈等於要結束的時候 還剩大概十分鐘吧 那朋友托我說 你你如果去拜訪的時候 幫我買感冒藥 那我心裡想說 帝國大廈在美國第五階 就是川普大樓那一條階 都是高高級的精品 怎麼有可能 心裡想怎麼有可能會有藥房 我就問大廈說有沒有這樣 他馬上帶我去轉腳 就是剛好那個大廈的轉腳 有一家小小的超市 然後他走到那個要價 只有一個價值 前面就跟我說這裡有三種 你要哪一種 所以你不說出來 人家怎麼知道你的需求 那你說出來了 你說出來就有機會成功 這也是增加自己自信的機會 好棒 就不要不好意思 不要自我設限 有問就有 有嘗試就有 有說出口你就會有 但是嘗試一下 如果沒有 也沒關係 他笑一笑你也笑一笑 也沒有什麼不好意思的 對 很棒 是 你說這個郵輪 不只吃喝玩樂 這是一個海上大學 對 對 就是說船遊也可以當講師 那也可以當學生 而且東東是免費的 你如果有什麼長處 你會瑜伽 會運動 會太極拳 都可以貢獻出來 對 都可以貢獻出來 好好玩耶 也是很好玩 可以分享 你可以分享 有跳舞 還有像語言班 有日語 中文 還有法語 都可以 我自己日文班 就參加初級跟中級 那每天有 還可以再傳上 學日文 而且不用錢了 對 而且我在台灣 就已經學了七八個月 想說先打好基礎 上船以後就會無縫接軌 無縫接軌 所以 那這個是我有演講 因為我看那當場 看了一段時間 結果台灣人都縮縮 都不敢 過分謙虛 不敢表現 所以有 但人家 其他的國家都很勇敢 已經表現出來了 結果我就用講笑話 我的題目還讓我拼出一點優點 就是說 因為傳上那個 那個節目表很小 所以我就用九個字 講笑話 學幽默 當校長 就這樣子的題目 結果引來各國的 講了兩場都是爆滿 然後我就用一個一個笑話 這樣來帶出什麼叫幽默 好開心喔 這趟是學習之旅 對 你是聽說很開心 已經離開了之後忘了家 手機也沒開 對 有很多人打手機 就問家裡小狗有沒有胃 怎麼樣怎麼樣 這些事情浪費 我想時間就是生命 時間就是青春 你在這裡玩 你就活在當下 所以我是非常專心在玩 我專心到怎麼深度 我下船就抄筆記 就跟在導遊的旁邊 一直抄 然後上船就打日記 我有帶筆記型電腦 就趕快寫下來 不然三五天以後 你就混在一起了 好 我們經過這一次旅行 你發現環遊世界 哪有什麼難的 只要具備三種能力就可以了 哪三種 第一個當然是體力 你要身體還不錯的時候 不過像我們這樣七十幾歲 對人是大病不患 小病不斷 但是你對自己要有信心 第一個是體力 那我都之前 我有去訓練 譬如說去淡水金色海岸 慢跑 快走 如果那陣子 你看到有一個富人 他不是老富人 因為我沒有彎腰 也沒有駝背 所以我就在那邊快走慢跑 因為我們稍微有一點年紀了 很怕說去跟不上團 拖累人家 結果我去吸了一個小山 小山坡的時候 我爬得比那些年輕的小伙子 還快 還找到達 然後是財力 財力他預估是說一百萬 有一句那個打優師說 人在天堂 錢在銀行 妻在佛堂 兒女對布公堂 對 那你不是 太悲慘了 不是 製造禍犯 所以你去玩 我覺得很值得 那還有第三個當然是實力 時間也是一種能源 也是一種力量 有時間你才可以去玩 那你問我說 你三個多月那你家裡怎麼辦 我跟你說 就涼拌炒雞蛋 船到橋頭自然值 我及早教我先生 做一些簡單的飯菜 很早就來訓練他 及早訓練他 自立自強 因為我跟他說 如果哪一天我早一點上天堂度假 你自己想吃一點什麼 當然你可以買便當 或者是外送 但是如果想吃一點家常菜 你可以做 我先生也還滿配合 不過這個要有技術和技巧 那他也滿配合就學 那所以我兒女長大 我也不必都一定媽媽來煮 他在外面吃了好吃好料的 回來可以創新食譜 所以我覺得半退休就是說 有想煮可以煮 不想煮 也可以用其他方法來代替 那我們才能夠享受 很愉快自我的晚年 所以我跟你說 這段時間我就是 真正實驗做到 結果我回來 家裡還不是好好的 對不對 那你去玩就賺到了 你不要一直想不開 以為你多重要 你不在的時候 太陽還是會從東邊起來 好 OK 好 所以這很多事要先準備好了 我跟你講這個黃小長 其實當然不是每個人 可能都有財力能力去 這個做郵輪環遊世界 但是只要想要跨出那一步 是不是應該都好好鼓勵他 勇敢往前 聽林老師的描述 其實很多是讓人羨慕的 因為太精采太豐富了 但事實上是對了 不見得每一個人都有 你說的那個三例 尤其那個財力的部分 確實有些人打不倒 而且每一個人的夢想是不一樣 可能他的夢想 也不是環遊事情 可是重點我是覺得 就是那個 那個林老師那個觀念 那個晚年下半場的部分 就是你年輕時候想做的 你沒做的 你該做的 你不要只光想而已 你那個行動力很重要 所以他講的那個決心 還有放下 那個放下就是說 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可以拋下來 不要以為沒有你不行 不要搞到最後面說 你放下的是下去的那個下 然後就沒了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講的 人已經到天堂去了 然後你那時候真正的放下 其實人生是會有很多的遺憾 我覺得精采 要值得大家學習 真的 就是勇敢去嘗試 就這一次了 不要再等下一次 沒有下一次了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我們有很多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